我们别人的成果会帮我们造一个梦 可是那个梦里面会有叫做现实 跟就是实际面跟理想 我们必须要把那个你的幻想打破 我们才会带入到现实 所以能敢打破你的那个人 他才是带你去面对真实的状况 不然你其实都是抱持一个假象 那你就会 欢迎大家来到百度到哪 到哪百度身心乐活篇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百度的身心乐活篇呢 就是希望大家在身体心里面 都可以有一个最棒的平衡 有了最棒的平衡 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更美好 今天我们又见面了 各位我们这次的整个很多的活动计划 都是跟运动活动 还有跟我们心理的平衡是有关系的 上一次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 陈寅书 寅书老师 这一次呢 还是寅书老师 因为他上次透露了很多重要的讯息 我们觉得一定要再把它找来 很多讯息要问个清楚才行 所以呢 我们要再次欢迎 寅书老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陈寅书 心理师 也是瑜伽老师 是寅书老师 其实是 也是心理师 是心理师 也是瑜伽老师 他现在 我觉得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所以寅书老师 现在有经营一个 线上运动的平台 所以他们每天 每天哦 各位 每天 每天都要带着大家运动 老师你们课一堂是多久啊 运动一小时 一小时 我记得是一小时 一小时 各位如果你上次有收听我们的节目 你就知道 一周要运动150分钟到300分钟 才会是一个健康的标准吧 健康身体的标准 所以如果你每天都参加运动 寅书老师的线上运动的话 你这样子就健康了 所以寅书老师的平台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今天还是要 要问寅书老师更多的讯息 因为我们说 之前我们说要开始运动 先要整理环境 再来就要挑选适合自己的活动 那寅书老师上面也都有很多的视频啊 App啊 其实都有一些选择 但是 就是太多了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老师我应该要跳正多艳的 还是我要去跳那个 Tabata那种 很强烈的这种 我到底要怎么选 每次看完之后就觉得 哦下一个吧 那这样选完之后都不知道几点了 老师要看看就好 还是说要挑 要挑这种强度到底怎么选啊 老师 其实我觉得两个都考到我了 因为我的专业就不是正多艳 也不是Tabata 哈哈哈哈 就是我心里想要知道 你再说回答我一下 哈哈哈哈 好了我觉得 其实在跟我们说 我们要设定主题的时候 我们要先很诚实的 回答自己自己的问题 那个诚实就是说 我现在要做的这件事情 或是我要追求的这个目标 我们其实还是回 回执到我们心里 我是因为从重要做这件事情 还是我已经掌握到 我自己的需求 我知道为什么我要去做 然后我要去做的范围 跟我想要的感受 我到底清楚不清楚 这些东西如果你清楚了 那这堂课适不适合你 其实你也相对清楚 但我觉得每个人的身体 应该都是可以回答 自己会有这个答案 对 因为毕竟如果你太相信 别人这么做 我也应该要这么做 那其实会受伤 可是别人的目标 是我想要的目标 哈哈 那很好啊 那你就是要先设定出来嘛 我们说目标 有目标是好的 可是我怎么样把大目标 变成具体的小目标 那是需要 它就是一个专业嘛 我们想说我也想要像 就是看得到六块鸡这样好了 那你就在想说 那你得先诚实回头来看 我现在的体脂是多少了 或者是我的体脂是多少 这个好现实哦 想到这里 果然是第一个 诚实 对自己 不是现实 很重要 要诚实 也要面对现实啊 对啊 如果你很现实的去看这件事情 是很残酷的啊 但是我觉得很诚实这件事情你可以 它其实是反而帮你设下那个边框 去决定我现在要做到多少嘛 你说我要想它那样 那因为太远了 我们都知道目标设一个跟自己无关的 你要做跟不做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你看完你可以当下立刻决定 先喝杯饮料 压压顶头 先叫个真奶 先来外带 外送一下 我再回来看看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人会这样啊 因为你的目标可能 你还没有诚实的去面对你的目标嘛 那如果 像有学生 他在疫情前 其实他就已经被医生 警告了 就是他是很明确的 已经脂肪道 荷尔蒙已经失调的状态 被医生 严重的警告 可是他严重 被警告这件事情呢 刚好很幸运的 就是跟我们的时间 是搭配在一起 所以他 两个月瘦了10公斤 哇 可是你不能看他10公斤 你要看他是两个月 而且他做了什么 他除了每天都上来 跟我们一起运动之外 他也做到严格的影子控管 然后他做了能减重的 他所指导减重的所有相关的指示 而且他一下课他就会立刻传他的热量消耗给我 然后听众 好认真啊 每两三天就会回传一次 想要吃宵夜的时候会再告诉我一次 这样子 所以我们是 因为这是我的老学生了 所以其实他很信任我 所以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毛起来在做 所以他因为他毛起来 所以那个10公斤不是问题啊 我觉得还是那个准备度 然后 但是我们都知道 就是减重跟你要去做一件事情 重点目标设定出来 你又找到适合你的方法 然后我们不断的去减和它 最重要的是 那个行为要拉到一定的长度 它才会真正的是维持 它会是最后是属于你的 像我们说行为改变 你至少要超过六个月以上 它才叫做维持期 而且六个月以后呢 维持期它随时可以返回来到任何一个方式的阶段 非常残酷的 也没错 是的 我之前就是确实也听过说 很多方法啦 但它确实最后还是回到像 你至少说 它就是变成一个习惯了 如果你能够持续长久的 都维持这样子的情况 那当然就是一个 已经到 就跟你的生活其实是一致的时候 这样子的状态也就是会持续维持下去 所以 最好就是我觉得蛮相信的话 你没有感觉到改变的那个改变 不勉强不为难你这件事情 你可以长久做下去 这个才是真正的改变 嗯 可以长久维持的 对 老师 这样子的目标下 我觉得 我可能 不想运动了 哈哈哈哈 好难哦 嗯 那一定有一些 就是所以 因为我觉得要长期维持 有的时候这件事情确实是不容易的 所以 嗯 所以应该是像老师说 因为我会有一些阶段性 的方式 我觉得 我觉得 运动它是一个行为 它本身就是有阶段 它就是一个行为阶段 那你 其实不单是运动啊 如果我 我现在在家 我很多时间 我想要 学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要 学英文 那你每天要被单吃 或是你要看一定的量 或是我希望 那我一个月可以看一到两本书 那你 必须去 有那个新的行为去产出 嗯 为了要 达到这个目标嘛 所以一定要做点什么 视频 对 所以嗯 老师你这样让我突然有点 觉得我前面的动力都没有的感觉 怎么会这样呢 老师你可以激励我们一下吗 就是我刚才听到 就是他 就是我觉得一旦动机出现 或是被启发的时候 嗯 他就会 找到合适 合适自己的方法 然后可以持续 刚才两个月瘦10公斤 其实我觉得蛮 激励我的 但是 但是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每一次我们 呃别人的成果 会帮我们造一个梦 对不对 可是那个梦里面 会有叫做现实 跟就是实际面 跟理想 我们必须要把那个你的幻想打破 我们才会带入到现实 所以能敢打破你的那个人 他的他才是带你去面对真实的状况 不然你其实都是抱持一个假象 那你就会没看到成果 也说没关系没关系 至少有运动就好 对不对 可是那你要先很清楚知道你的需求目标是什么 好 那如果 不会承受某种压力 我心里面其实是很受不了的 哦 那个受不了就是 我说不出来 可是我就是很想要发脾气 或是我 我今天起床 我心情就不好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 嗯哼 那你 我觉得这是一种压力管理 你的身体跟环境 就是互动 你居家就这样 闷在一个固定的小环境里面 身体会承受一定的累积压力 这是一个 嗯 那你就要看 嗯 活动 它是一个帮你调整 荷尔蒙的一个 一个方式 嗯 是 对 就是 如果我今天没有特别 要去做的 工作 那 我可能就会整个人摊在沙发上 可是如果我有 我有一个目标是 这个目标让我去 有运动 然后让我的 呃 各个 比如说生长激素啊 或者是肾上腺素啊 或者是我的交感神经都被启动了 嗯 让我的荷尔蒙有 有透过 这个过程去 做到比较正常的运作 神经反应等等这些都好 那我就会觉得比较舒服 这是一个 嗯 然后 那你就不要再想 就是如果说我本来有潜在的一些慢性病 那这也是蛮重要的 嗯 对 对 然后 当然 呃 饮食啊 你会发现像我刚开始居家两天 我会发现 我没有出门 没有燃烧 我就不会饿 可是我一整天没有饿 我晚上就会想要吃宵夜 哈哈哈哈 那他整个 坐起就乱 因为白天很冷 你不会想吃东西 可是如果你白天正常吃正常运动 你到晚上其实你也不需要 你就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里面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你前面都做了你该做的事情 你都帮自己安排好 那你晚上就可以睡觉 你会发现 我们刚刚前面讲很重要的那个荷膜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错过运动这件事情 帮你做到正常的疏法 如果如果有你就会很好睡 你会很累啊 如果你没有你就会发现 哇 我也我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担心 我没有任何的焦虑 反正我就打算已经继续在家了 可是我脑子也想睡觉 我身体很兴奋啊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动 所以我身体可能就更不想睡 或是因为这个你还没有这么感觉到 你可能会先很高的能量去追剧 或去做别的事情 然后把自己搞到很晚睡觉 那也是延后到那个 然后睡眠一延后到隔天早上你就晚起了 晚起之后呢 你可能就过了早餐 所以你时间就这个就会大乱 听起来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开始 应该是说我觉得我们过去是 没有在居家的时候是透过环境的转移 会让我们的作息跟着那个时间的节律在走 居家的运动其实也是在帮你做到一个节律 至少我一天有 因为我们早上一堂课 早上十点一堂课 晚上七点半一堂课 至少我早晚有一个重心在这边 嗯 对 那这个重心就会让你觉得好像还是 还是有在维持这个状态里面 嗯 其实它都会是一个 我觉得像像银叔老师提到的 它确实都是一个让自己的状态可以 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目的啦 让自己可以保持在一个体系 在一个好的状态 不管是这些行为或是这些计划 都是在帮助我们可以朝向一个 也就是稳定的状态 平衡的状态 或是一个 或是一个逐渐朝向一个目标方向的前进啦 所以确实像银叔老师说的 嗯 到底自己真的想要的是什么 或者是你期待这个居家 居家的运动 能够达成什么 能够让你缓解什么 或者是维持些什么 让你可以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状态 这个也许都是 嗯 一个可以让一个改变的开始吧 或是 或是 这是一个 比较 是什么 比较符合现实 的一个目标 嗯 都会 都会比 嗯 想要瘦个十公斤 或是这种比较 我们说世俗的目标 好吗 好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个观念 你居家的运动是不可能跟那个去健身房的成果比 那是比不来的 因为你是没有 你是没有重量 你是没有那个很很完整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周期去刺激你的身体 那当然我们有努力就是说 呃 不一样的类型 我们尽量让每天是穿上不一样的类型 那在 当然因为我们教学的经验 追击起来 我们可以做到不一样 然后比如说 有时候是平衡 有时候是协调 有时候是核心 有时候是 呃 一点点的心扉什么的 都包含在我们的 一 我们一周这样是大概12堂课 嗯 对 那礼拜天我们是公益课 所以礼拜天 早上10点半到12点就是 我们也常常会有一些陌生的 朋友会进来 那那个我们就抓不到大家的平均水准 那这样子我们已经跟到第七周了嘛 第七周其实大家的水平就慢慢的会比较一致 出来 嗯 嗯 对 但你说这跟我们在健身房的训练 我觉得差太多了 哦 是 对 嗯 英俊老师说到一个重点啦 所以他有提醒我们 居家有一些限制 那当然他他所也许 英俊老师说的 能够做到的刺激或是这些强度 可能也都是有限的 所以才会一直提醒我们说 现实的考量是重要的 所以能做到的程度 是有限的 因为我们在健身房 我可以跟你说去跑步机 或是去飞轮 然后去什么 然后你去饱寒嘛 那我们带你做60分钟 我总不能叫你现在出去你家旁边跑30分钟的 那个 那不行 现在是不行的嘛 不行的 对 总不能我每天说好吧 那你就开合跳100个吧 这样子也不行啦 这样也蛮坏的 对 这样就不对啦 对 我觉得一定会有限制 只是说 呃 我觉得一个观念 在第一时间我就 就会跟我学生说 你现在如果没有做到太大的退步 就是一种进步 嗯 对 因为其实 嗯 补运动是大部分人的状态 就是居家补运动是一个 你觉得很合理的状态 甚至 有些人一居家 他就已经先 决定好 我就是要胖了四五公斤 对 所以你只要没有 你没有增加你的体重 你还保持着 你有在活动这件事情 那基本上 你就是一种进步了 因为大家都 往反方向发展了 大家都没有做 太好了 这是实在是太吉利了 只要你有开始 我觉得就 对啊 就是有进步啦 你只要保持 就是尽量不要跟 就是 呃 居家以前有太大的差别 你尽量保持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觉得就很了不起 你不要去想太远大的目标 那有些人是他 刚好他 他的 他可能很相信我们 哦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 我们最近也有发现 就是 呃 很相信我们 然后呢 也天天上来跟我们运动 非常支持我们 所以 一个月呢 一两个月下来 大家也都瘦了 一点五到两公斤 这件事情 哇 哇 但是这个我觉得 这就是 这是我们的意外 嗯 你不能说我们是追求这件事情 可是他很意外的就是 因为我们有努力的 再去刺激大家这样 嗯 他也是可信的 你以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我觉得这蛮理想的 已经到达一个很好的状态 可是你基本上像 呃 我的运动量在居家以前是更大的 是 所以我只要维持 我基本上我很难做到比以前消耗在更多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基本基本盘就是 生活作息稳定 然后我的体重也稳定 然后我的心情也稳定 然后我还可以保持我 我想要做的学习跟事情 我觉得这就已经是 很难的去做到了 对 对 好 我觉得银丝老师给我们蛮多的提醒 尤其是在嗯 目标的这一块 这是本来就是不一样的状态 所以呃 不要不要 因为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预期 设在一个错误的位置啊 其实也也 你就是到不了 就是到不了 所以你再怎么想要 也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今天银丝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平衡 我们很好平衡 所以其实今天呃 谢谢银丝老师又带着我们 我觉得更清楚知道也许在居家运动里面 我们应该设定的标准会是什么 好的我们当然第一个他提醒我们很重要的 诚实的面对自己 现实 现实是什么 你自己实际上的状态又是什么 那你有没有呃 去符合 就是当然符合去做你都比较符合你自己需要的 哦 或是比较接近真实状态的一个目标的设定 那这个其实是重要的 第一个诚实问你自己 好那再来也许呃 其实我们要做到最重要的 那就是基本上 大部分的人也许都不在运动 但是如果你愿意开始 其实你已经呃 已经是不错的一个状态了 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好的维持也好 就是在一个健康的范围里面 维持你一个好的心情 一个正常的作息 甚至是维持稳定的体重 这个其实都是一种进步 所以所以其实 音师老师给我们 我觉得今天这两个蛮大的一个重点 好 第一个就是面对自己的实际状况 去做一个合适的目标设定 好那再来有的时候 维持也是一个很好的进步 好那我觉得谢谢音师老师 每次来都很有收获 虽然每次都有点被打击 好但是但是因为这是正确的观念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调整自己 好那我们谢谢谢谢音师老师 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 百度到哪到哪百度 我们的身心乐活篇 其实我们希望带给大家 很多的身体心里面 可以让你平衡 让你生活更美好的各种的 资讯信息方式 好这都是我们在 努力要提供给大家的 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然后谢谢音师老师 共我们一起做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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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틀� cathedral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